之前写的从标准输入是获取输入的时候 如果有空行的话 有空格的话是不是有问题 还记得那个问题吗 你们也没有遇到是吧 有几个同学问过 get input 获取用户输入时 如果有空格 先模拟一下这个问题 写个函数 我们在这里面是相当于会有个fmt.print 我们打印一个请输入内容 请输入内容 可以吧 然后冒号 上面定义一个挖一个s字不踹一个类型的变量 然后fmt.scan 咱们上午 咱们之前是不是用的scanln 我把这个s传进去 这个时候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问题 这样子 也不知道是吧 你们之前不是问过这个问题吗 s是吧 这有什么问题 来我们调用一下 又个试看 可以吧 然后执行一下 go build 然后15 这个地方是个相当于获取我的输入 我在这里面输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随便输一个东西 可不可以 这是没有问题的吧 什么时候会有问题啊 比如说我这个1控格2控格3 不是不想写这个吧 A控格B控格C 可以吧 我一回车会有什么问题啊 他只能拿到第一个 因为你这个scanln是什么这个ln是现在读到什么 读到空白符 这个空白符就包含空格或者是什么回车 能一下 这怎么办 我就想读一个带空格的abc怎么办 好 先干什么 怎么办 这里面就用到一个什么 另外一个吧 就是刚才我们用的那个 buffio 是吧 这个真麻烦 不麻烦 然后我们是刚才说写文件的时候有个new writer 或者new reader 还记得吗 写的reader是吧 iadr 冒号等一个ioutil buffio.new 写一个new reader 对象 我从哪里读啊 我现在是从中端标准数去读啊 从中端标准数是什么 os.stdin in 这个是不是就是你如果搞运维的话 应该了解这个吧 是吧 分为标准输入 标准输出和标准错误 那个是念几个吧 从他这里面读 读完之后创建一个创建对象 从这里面读什么呢 reader.readsprint 是吧 sprint我后面是一直读到你的话上误 应该是单译 可以吧 然后我读到 它是把这个啊把这个s是吧 还有个error 那么那error就不要了 不用等于吧 可以吧 然后最后答应一下你出录的内容是 把这个东西给它出来 可以吧 来我们看看go build 我再执行一下这个是5 是不是现在获取输入啊 这个a空格b空格c空格d可以吧 一回车是不是你输入的内容是abcd 这个没问题吧 这个啊 这不麻烦 这还麻烦 我应该是在这里面打一个提示是吧 在这里面打一个提示 可以吧 来这里面就有个问题啊 你们有发现问题啊 我为什么在这个地 这个时候给你讲这个例子 也不知道 为什么在这个里面 我就是突然想起来给你瞎讲 之前有学的东西 不是啊 不是啊 你们都想的不对啊 我看看这个这个open是吧 open这里面 我们这里面还说这里面 有一个读函数这个地方是吧 来看 哎 你是不是同一个 这是不是同一个board同一个函数 嗯 它有什么特点啊 我一个传了一个什么clobj 这个地方os.ste呢 其实它也是一个文件是吧 对 你标准输入这个文件 对吧 但它就是我现在的问题就是 它为什么可以做这样的clobj 不是空接口 不是空接口 你说呢 你说呢 不是空接口 是i5.3的 空接 为什么 不是空接口啊 就是你不管是os.stdin这个还是这个clobj都能干什么 在这个场景下 我是不是都能从他里面读东西 对不对 所以说他们两个应该是相当于应该必须要实现一个是不是别人从他里面读东西这样一个方法 懂得理解吧 就这个 而且你读的话可以往文可以从文件里读可以从标准输入读 我问你 我写的话 可不可以往文件里面写 可不可以往标准输入里面去写 标准输入去写 可以吧 你们的作业里面不是用到了这个吗 对吧 输出日日的时候 我可以往中端去os.stdout去读 去写 也可以干什么 也可以往文件里面去写 能不写吧 就这个 参数是吧 就是new reader 这个参数 就是什么呢 这个接口类型 那我们待会来 把这个图啊 发到咱们那个看后 我在 给你看一下 好吧 咱们点进去看一下 可不可以 验证一下 到底是不是一个接口类型 点进去看一下 它这个接口是什么类型 它这个参数是什么类型 是不是ilo.reader 这个ilo.reader是什么东西 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好吧 这是不是它的参数 参数的这个类型 我点进去看一下 是不是一个interview 是不是一个接口 对吧 就不管你是标准输入 你还是文件 你还是网络 它都可以读 对吧 读的话 它是不是都满足这个reader 这个接口 只要实现一个reader方法 就可以了 能理解吧 这就是接口的一个应用 好了吧 然后我想想还有啥 所以也得跟你们说一下 好吧 我先转了